农历春节前夕很多民众会前往金融机构来换新钞 用来包压税钱或者是觉得拿新钞比较有喜气 尤其是过年前一个星期的更是高峰时期 为了防止歹徒觊觎预理解分局 就加强了金融机构的安全维护措施 警方也提供了纯提款护钞服务 不管金额多少只要向各地方派出所申请 就可以免费来护送 农历春节前夕很多民众都会前往金融机构 兑换新钞用崭新的钞票包压税钱 不仅感觉比较喜气 也有新年新气象的含义 今年把握1月13号到1月19号五个营业日 为了遏止小偷 预理分局除了加强金融机构安全维护措施 警方也将提供存提款护钞的服务 不论金额多寡 直接向各地方派出所申请 就可以免费护送 民众可以多加利用 农历春节将近 在此可提醒大家 有大额存提款或长时间外出旅游的情形时 可以向我们的辖区派出所提出申请护钞 或举家外出加强巡逻的服务 警方会派员来加强 护钞以及巡逻勤务 来维护民众的财产安全 年关将近 为了让民众平安过年 玉立芬局春安工作期间除了打击犯罪之外 也加强提供民众存提款的护钞 另外为了要防止诈骗 在提领现钞的同时 金融机构行员会实施关怀提问 必要时会请警察到场查证 让大家安心过好年 记者高中商郁镇采访报道